这个例子,这个例子的话其实是最早是在那个就是VBA里面的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其实是从VBA把它演变过来的 最早是在VBA里面,一样可以引用那个IE浏览器 一样的道理,只是说 IE浏览器里面,它那个可以执行一个 执行那个事件的功能 但跟这个一样,但是它不是记录的,它是create event 就是产生一个,这个事件,所谓的事件就是说点击的事件 这个事件呢,在IE浏览器一样可以产生 只是说要自己写,那这边的话是可以用录制的方式 产生对应的程式 那我刚刚有跟各位讲过,它需要的结果是什么 这每一个都要点,点完之后呢,下面才会带资料 这个其实就应该是HM的一个技术 就是非同步的,其他资料已经下来 但是你必须要点击,它才会把资料显示在画面上给你看到 那因为呢,这边清单有这么多 所以,假设它需要这个底下的资料,它必须每个都点 那点完之后呢,台北市点完,还有新北市 那新北市呢,又有新北市的这么多资料 那每一个都必须要再点 OK,所以呢,新北市点完之后,还有台中市 所以,光这里面的所有清单,那不得了 那每天光做这件事情就够了啦 OK,但是如果你今天会用SELINIA的话,其实就是什么 它可以触发这个动作,然后把最后的结果 把它存起来,那这样其实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 不过喔,当然你刚才写程式也不用那么复杂 反正你就先写第一个,写出来之后 再想后面的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只要能够先点什么 台北市的 假设啦,我第一个动作只是希望怎么样 我可以做到 把安部点到台北的这个清单 所以我需要点击安部的动作 然后选到台北 那选到台北之后下方的资料 它会显示出来,显示台北这个测站里面的所有资料 那我就把底下显示的资料抓回来 那这样第一步就OK了 那第二步的话,如果我可以显示一个 那我其他的,我就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直到最后没有维持 那我就把底下显示的东西全部再储存起来 它就达到我纯台北市的目标了 那台北市OK之后的话 那其他也可以如法炮事 不过就是要一连串的 一步一步一步的 OK,那我们先完成第一步 那理论上当然 第一步,第二步也许我来做 那后面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你可以,假设的 你可以把那个全部测站的所有资料 通通抓回来,存成CSV 哇,那就算你厉害了 OK,不过应该是还蛮花力气的 但其实应该不难理解怎么写 只是说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OK,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 那第一步的话呢,我这边云端上其实也有 因为这段程式相对比较 复杂一点点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 第8E的地方 就这一段,其实前面也是一样 上面这三行其实都是 那个Web Drive 那其中有一个,这个是刚才加的 Import这个by 那主要就是,本来是Element 本来它的属性是Element 底线by ID 底线by,然后底线ID 那就必须要改成这样这样这样 by点ID by点ID还逗点 这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如果没改这样的话 它不support 我刚刚一直说,现在怎么不support 然后我们来弄一下,基本上 就是先执行到那个网址 所以网址给它,变成后面嘛 然后 Sleek的话呢,我是让它停三秒钟 为什么?我刚刚讲过嘛 因为你资料下来 它那个资料蛮多的 你如果没给它一定的时间 去load这个资料的话 那怕说还没load下来,你就去抓 那就抓不到 OK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先click 把ID Station的话,其实就指的是哪一个呢? Station 指的就是我们网页里面的这一个侧站 按右键 按右键检查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按右键检查,你会发现 它的slate 它是一个标签叫slate OK,所以这边就下拉清单的slate Name的话就是station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去click这个station 你click它的话呢,它就会有下拉清单出来 然后在下一步的话呢,我就去 针对这个清单里面 我去slate by visible text 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去选那个 上面显示的文字 其中的话有一个是台北 OK,刮湖 台北 而且上面的字你也不能乱 撒个字 空白没有都不行 要一定要一模一样 OK 然后呢,找到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其实我印象中应该是直印这两行 这一行我确定是不是多余的 如果多余,你可以把它删掉 Click 然后选 选完之后应该底下的资料就变动了 那变动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再把那个 这个变动的结果 利用这边有一个叫做 Driver.patch 底线 Source 这个属性的话 其实就是怎么样 应该可以理解吧 就是点完之后的原始 就有点像是 那个request.get得到的结果一样 只是说这个是变动过的 request.get是不会变动的 OK,差别在这里 那我们一样丢给那个html 只是说他这个html已经是文字了 所以不会有一个属性要点test 所以你就是把这个在Beautiful root解析 那我们要解析哪些东西呢 基本上 你看看滑鼠右 这一个区块 这个区块 你看看滑鼠右键 这个区块按检查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区块呢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table 有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table 所以这应该理论上有点历史的网站 而且这个网站 它的那个 就是程式 是用JSP JSP是用什么写的 就Java 用Java的语言写的 OK,所以其实现在应该越来越少了 OK ASP ASP背后以前是用那个VB写的 那JSP的话就用Java写的 OK 那里面的话 Java写的 Java写的 Table后面没有CAS 所以我们就找这个 Java写的 Java写一把 Java写的 这个是第二个桌子 然后呢,上一个桌子好像是这个 所以基本上,我就用5O,桌子 那我避开第一个,这个是第二个 再把第二个里面的所有相关的 应该是TD吧,通通把它爬下来 所以哦,用5O 所以会有两个,那我要哪一个呢? 这边是我要第二个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0,第二个那就1 然后把里面的TD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储存格,一个一个把它抓出来 然后帮我把它create之后 最后把这个浏览器关闭 所以可以看一下,看能不能抓到 理论上我可以抓到什么东西呢? 就是点选台北之后的这个结果 所以理论上应该在那个右下角会看到台北这些资料 然后到备注 印象中有7个栏位 这个是策在名称 金度、纬度、海拔、日期 然后地址跟备注,7个栏位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资料把它执行一下 它可以看到,它就打开 然后呢,我就click它 有没有 它等上,click它 有没有 然后呢,下面资料已经抓回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底下呢,就会有7个资料 就被我抓回来了 但如果可以抓一个的话 那下一个一样 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那就一个一个把它抓下来 那不过呢,因为抓下来 我们是7个栏位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变成像CSV一样 就7个栏位 然后中间加豆点 那最后存成CSV就OK了 所以最后 我看我第二个版本 第二个版本,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抓一个的吧 这个就抓全部 不过全部的话,我就是这边 就是再给一个串列 那这个串列指的就是那个CSV所有名称 一个一个 然后我就先抓第一个,抓第二个 抓第三个,一个跳 然后再把里面的资料给抓回来 那就可以存档 但是 这个 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一样 这个掰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就是再加那个 如果里面有什么 原来这个写法 可能就要改成 新的写法 否则会出错 我可以看到 发明显法给各位 以上